当头鲁鱼火锅老板花2000块钱 买了条2米长的白鲁鱼 来做十分罕见的鲁鱼丸 哇 好Q弹啊 套出来之后 那个丸子是有点打乒乓球的感觉 本地港口海钓的20多斤海蛮 一整条载下来有十几斤的鱼肉 但这么大一条鲁鱼可不止鱼肉 你可能还会问 为什么火锅店老板还会做鲁鱼丸呢 我再马上来就走回味了 鳗鱼吃 就搁着它熬成了 同样是鰻鱼 为什么鱼肉就不能用来打边炉吃火锅呢 鱼肉要好吃 马上把鱼肉搁着鱼肉 终于人家吃得更好吃 就要喝那个 要拍一样 最少就能搁着鱼肉 吃了吃了 最少就能搁着鱼肉 也不是说肉不能吃火锅 但谁想从锅里捞上来一块 本来就烫嘴 全是骨刺的鱼肉呢 反正我是不想 不知道是不是这条鰻鱼本身就大 即使是鱼皮 这厚度都让我觉得可以当鱼肉了 皮更光滑且没有骨刺 不敢想象吃起火锅来有多好吃 而这边的鱼肉准备好 就可以开始骨肉分离了 那个鱼肉跟鰻鱼肉比起来 橙色偏红 肉质更加粘稠 所以鰻鱼丸为什么要加那个鱼肉呢 为了让大火吃得更爽 老板把鱼肉混在一起搅拌 以确保没有骨刺 看看这一条条的鱼肉真是赏心悦目 老板说做好的鰻鱼丸不能激动 建议在一周内吃完 看看这弹性 简直就是一颗乒乓球 一口咬下去力道回弹 汁水爆泵 区别于其他鱼丸 鰻鱼丸不仅没有腥味 反而鱼相似异 满嘴鲜甜 这不刚做好就由懂吃的老板来购买了 懂不懂现做现卖的含金量 鱼皮能用来做火锅配菜 鱼骨用来熬汤 鱼肉用来做丸子 物尽其用全给多才多艺的老板 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包一金装 全国快递跑不完 健康又爽口 买点潮汕 但特产常常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特产常常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优优独播剧场——业